好 继续今天时间不一样 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乌克兰战况吃紧之际 美国援助的布莱德利战车终于现身乌东前线支援作战 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到俄军以飞弹无人机混合式的攻击 俄罗斯现在由北韩派兵驻阵 前防长萧伊谷又被发现出现在珠海航展 是否也要拉拢解放军引发异测 靠袭声正尔欲龙 乌克兰士兵加紧朝战况危急的乌东拖列磁克方向发射炮弹 现场采访的乌克兰记者还拍到特殊战利品 也拿来狂打俄军 乌军设法无尽其用 现好关键的军员也陆续抵达这个位置 美国的布莱德利战车开始现身拖裂磁克地区 前线乌军终于能稍稍松一口气 希望扭转战局 除了乌东战场俄国境内的库斯克地区也战况升温 自从俄军加派五万大军之后 乌克兰不断目睹俄国军车盲目乱冲 一旦发现当然就是瞄准攻击 俄罗斯军车当场冒出黑烟 士兵们惊慌汽车逃密 不确定又有多少人沦为炮灰 库斯克的战况也影响乌克兰边界苏梅地区的防守 每到夜晚就得搬出苏联时期的高射炮加强戒备 高射炮的用途其实是要用来击落从俄罗斯入侵的无人机 但命中几率大概只有30% 这里缺乏防空系统和反无人机配备成了不争的事实 最怕之后川普上任军援上又有不确定性 13号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遭到飞弹和无人机混合式攻击 基辅空袭警报持续八个多小时 民众又得躲进地铁站避难 事发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北约与乌克兰外长讨论战况 担忧的重点之一还是北韩参战以及伊朗援俄带来的变数 南韩方面已无法置身事外说出重话 为了因应各种危机 美日韩三国13号起在东海海域展开联合军演 一方面应对北韩多次试射飞弹 一方面也要防范中国军力扩张 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 今年大陆珠海航展 俄罗斯特地派出苏57战机炫技捧场 俄罗斯前防长萧伊古也亲临参观 双方军事互动热络 乌克兰当然看在眼里 在确保西方军演的同时 乌克兰也出招对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 发动汽车炸弹攻击 锁定一名黑海舰队海军上校 这名上校双腿当场被炸断 最终因为失血过多不幸丧命 与新闻中文报道 好 继续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 立法院预算中心对国防部 明年度的预算评估报告日前出炉 其中一道警讯就是 国军志愿役的人数15.28万 不但再写新低 更有多达19类的主战部队 边线比只有七成多 当募兵成效赶不上官兵求去的速度 不但影响的是第一线战力跟后勤能力 在各项新式武器陆续接装之后 问题恐怕更严重 不论是海马斯或M1A2T 多款对美军售交付高峰就在眼前 也让国军求财若渴 问题更被图现 人员短缺造成主战部队 第一个就是它的操作人员缺乏 其次在基层部队 操作人员跟保尔人员是同一批人 也就是说不仅它的训练跟战力没办法发挥 它的装备维护的水准也会逐次下降 后果难以估计 偏偏才出炉的立法院预算中心评估报告 再度揭示隐忧 截至今年上半年 国军志愿役人数剩下15.28万人 来到2018年以来统计新低点 总兵力不足 又以第一线主战部队处境最为艰困 因为国防部其实自己都承认 目前全军的边线比是78.9% 那是包含了很多的勤务部队 机关单位通通算进去 所以如果以全军就78.9的话 那就代表战斗部队 战斗支援部队的边线 应该都在70%上下 甚至更低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在战时当一个部队战损超过30%的时候 它其实就算是战力不足 就应该要后撤整部 换句话说 现在目前我们的长辈部队 其实都是处于在战力不足的阶段 隐忧浮现的部队在被国会主义点出 陆军外岛基部和反装甲等部兵单位 正面临了共同课题 而炮兵装机营以及战车部队 也身处人力困境 海军各个舰队 执掌无人机的战术征搜大队 主则暗制反舰的海风大队 和陆战队下辖多个单位 都榜上有名 至于空防要角 空军各地的飞弹部队 以及位数震惊中枢的宪兵202指挥部 同样也为了兵力短少而苦恼 更糟的是上述多支禁旅 正好也是新式军备 未来结装单位 大环境就是社会问题 第一个士林的艺难变少了 对不对 所谓少子化 的确有战争的危险 那这样会造成 不管家长也好 或是艺难也好 他们愿意投身军旅的 这个意愿就相对低落了 尽管真兵制度卷土重来 也只能勉强一解燃眉之急 因为按照防卫架构规划 UE士兵只有部分 会被剥交到主战部队 而且中卫中士以上的专业干部 唯有募兵得以补充 粗略统计近两年 美国 英国 日本 还有台湾 常被支援役人数和人口的比例 我国0.65%的占比 不但高过英美 甚至直逼日本的四倍 显然兵力短缺问题 不全然在于招募 日本在2023年全年 他的目标人数 招募目标数将近两万人 大概是一万九千六百人左右 但是全年他只获得了 九千九百五十九人 所以他的达成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一 反观国军 今年上半年 预计招募大概八千两百人 实际获得八千六百人 所以招募的比例 获得率是百分之百零四 所以其实国军在招募的部分 一直都很努力 他的成果坦白讲 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 但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威胁 实在是 我们所面对中共军事威胁 实在是太大 台海情势紧绷 难免影响了国内社会氛围 招募的效率 和现役人员离退的速率 两者已经失衡 百工百业都很快速的复苏 所以也就是说缺工变成台湾社会的常态 那同样的大家都要吸取这些人才来进入他的职场 请问我们国军的优势跟他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常常因为你职务调整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你 明后天就要报道一年一训的基地训练 从前置的基地专精 基地训练 以及后续的三军联合训练操演等等 长达将近半年的时间 他必须来回奔跑 那这种不确定性 如果变成每一年都要必经的话 对他来讲 那他倒不如早点归去 既然投身军旅 战训本务繁重 官兵如果转念 吃苦当吃部 或许还能忍受 就怕忙的都是反文入节 比如说文书报表 无聊的勤务 或是不是很扎实的训练 还有莫名其妙的这些领导统预 这些东西会让已经进入军队的 志愿议士官兵 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意义 很无聊 挫低了他继续流营的意愿 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是普世价值 但是国防部的人事预算 也不可能字意膨胀 当国军薪资待遇 或是生活空间 近年都大幅改善 问题或许出在认同感 要让官兵有家的感觉 那如果盖新的房子 就可以让官兵有家的感觉的话 那我们的家都不是长那个样子 各级的部队长 你一定要提供一个 让官兵能够安心服役的环境 然后去发挥他的所长 军队环境和压力 别于一般职场是不争事实 政军高层想谈融入与共 先正视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TV别新闻罗师鹏业府 看不到 再带您来看 南韩的生育率屡创新低 去年的生育率跌到只剩0.72% 今年第二季更跌到0.71% 南韩官方最近调查发现 只有26%的单身女子 认为自己必须结婚 而不婚不生关键原因 就是实在太花钱了 南韩今年5月还成立了 少子化对策办公室 7、8月新生儿的出生 稍稍有回问之想 新生儿的哭声 今年在南韩变多了 去年的总生育率 就是一名育林女性 平均生育只有0.72个孩子 不仅是全球最低 更创下历史新低 今年5月 尹习岳政府成立 少子化对策办公室 公布今年8月 新生儿2098人 比去年同月增加5.9% 达到14年来最高的 8月出生成长率 更显示南韩的生育率 结婚率问题 似乎有所缓解 因为不仅出生率回温 今年的结婚对数 也实现连续5个月成长 手子化对策办公室 端出绩效数字 因为南韩政府 让父母双方 都有6个月 带薪育婴价 并且提高津贴 零岁新生儿 给予100万韩元 约23000多台币 一岁婴儿 给50万韩元 约1万多台币 还有生育津贴 房屋贷款等奖励 并顾及小产妇女 不仅如此 还在公车上 广设孕妇座位 增加孕妇专用停车位 提高孕妇的行动便利性 也将要求上市公司 必须揭露育婴价使用率 利拼全面友善的育儿环境 解决少子化国安危机 但是最新调查发现 只有26%的单身女性 认为必须结婚 原跌于单身男性的41.6% 纵观调查更发现 南韩试婚的青年男女 不婚的主要理由 就是没钱 韩媒指出 首都圈公寓租金 涨10% 总生育率就少 0.001人 而非首都圈的青年人口 近流入下降 一个百分点 总生育率就减少0.03人 因此就算南韩政府各种催生 未婚女性对婚育态度 还是很消极 养自己都很难了 怎么养小孩 同时南韩民调显示 近七成的未婚女性 不想结婚 因为担心职业生涯 被迫中断 男孩女性的焦虑 到处职场机会 隐形的不平等 而且类似数据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去年发表在学术期刊 社会福利研究调查指出 高达96%的年轻女性 认为结婚生子不是必须 这是不止南韩的生育率低 临近的东亚国家 台湾差不多只有0.89 中国大陆跟日本生育率 稍稍突破1 几乎都是老人 替孩子来物色对象的 地上一张张F5纸 写着详细的身家背景 征婚条件 北京上海 新剧有年的相亲公园 世怀男女 仿佛被父母 倡亲论两只脉 对年轻人来说 压力好大 一定要有房啊 有车啊 这种 还有什么爹 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 生活压力太大了 很难 结婚 生育率 攸关 劳动力与国力 却也是复杂的社会新问题 形成政府很急 年轻人不急 TW新闻综合报道 而日本的社会现象 则是日本有许多的减居族 根据统计 现阶段日本减居族 就高达了146万人 四年来增加了30多万人 假如说他减居在家的话 至少我觉得 那你现在在家里面 所以家务是可能就要委托他来做 谈到对检居族的看法 家庭主妇杨小姐颇有一番心得 虽然已经年于古稀 对儿女的教育方式 有自己的一套理念 可以允许孩子暂时失业 但绝不允许毫无目的地 检居在家 他回到家就跟我讲说 他失业了 被裁员 那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说他可以 因为公司有建议他去领失业 救济金 他在家里面做了很多 手做的东西 因为他是女儿嘛 他就做了很多手做的东西 他就卖 他就靠卖 就是一个礼拜可以卖个几千块 这样靠卖这些东西 就是打平他的开销 过去女儿曾经因为金融风暴 失业半年在家 但在家同时也不断靠技能为生 持续找寻工作 杨小姐表示 他们自己身为战后婴儿潮一代 看到有些统领者 对儿女很关心 无形中也养成孩子的依赖性 检居在家的时间也跟着变长 就会希望小孩子 不要过得跟我们一样苦 就不给他委屈 就不给他压力 就给他所有他需要的物质 什么通通都供应的很齐全 所以让他好像可能到了社会上 又可能经不起考验 受不了那些好像压力的话 他就变成卷驱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多多少少 也是要有一点点怎么讲 自己有一点责任 所谓的检居族到底是什么 根据日本后生劳动省定义 检居族是指超过半年 不接触社会 不上学 不上班 不与外人交触 生活自我封闭的人 而如果检居长期化 父母在旁边也不知道该如何协助 就变成是8050问题 也就是80岁的父母 还得养50岁的中年儿女 在邻国日本 检居族从2019年的115万人 暴增到2022年的146万人 四年来增加了31万相当惊人 选择宁愿窝在家 然后他不出门 他也不设交的检居族在亚洲 尤其是日本 韩国这样的人数 正以数十万 甚至破百万的态势 在持续增加中 那当然台湾同样 也会存在有这样子的族群 我会建议爸妈 更应该积极地 寻求专业资源的协助 如心理智商或者是医师 日本检居族情况严重 甚至还传出检居族 杀害父母的案例 专家分析 检居族的行程有几个原因 一是大环境经济变差 工作难找 让检居族想窝在家里 二是父母给予太多资源或关怀 若没有从旁给予叮咛协助 反而让儿女养成依赖性 第三则是盛贤的躺平文化 若家里有能力 就不想工作更不想社交 让检居族越来越多 通常我们的习惯都是 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所以导致不管是学校 或者是我们社会工作者 很难在第一时间介入协助 那我们台湾政府目前呢 也很遗憾 没有任何的关于检居 或者是宅在家 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措施 或者是辅导协助 但台湾没有检居族的数据调查 但其实类似的情况也逐步增加 而导致长期检居的原因 专家表示是因为检居族 常常被视为是家庭问题 父母不愿意外力介入的情况 导致这问题变得更严重 专家建议若家庭有类似的情况 一定要找寻帮助 请相关社工或辅导人员帮忙 避免让检居文化成为社会悲剧下的产物 难免他会遇到挫折 那第一时间他多次选择 就躲回最安全的原生家庭里 这其实可以被理解 但这时候的父母家人的态度就很重要 怎么样在对孩子的爱包容 还有自己面子的因素下 勇敢的来寻求医生专业的协助 还有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忙 这其实很重要 检居轻松无忧无虑 却于苦了两老父母 日本情况盛据 台湾也逐渐增多 检居议题不容忽视 TBA新闻家汉文 蓝月明台北参谎报导 川普新政府上路之后 势必对移民采取强硬措施 很多移民现在就怕被打包送走 竞选时不断强调 一上任就会马上遣返大量非法移民 川普的证件会不会落实 全美许多还没拿到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 陷入仇云惨物 有人明知道川普对移民不友善 还是票投川普 一切是为了钱 批评民主党政策跳票 根本就没照顾到外来移民 这位已经在美国待了25年的 墨西哥二宝霸 靠着当济师为生 祈求罪会状况不要发生的 还有这家人 住在美国休士顿的这一大家子人 有人已经是美国公民 有人拿到绿卡 有人是在欧巴马时期的DACA 也就是童年入境战缓 遣返计划之下 待在美国 如今川普笃定回国 让他们不知道 未来是否还能像这样一家团聚 目前川普回国到底会对清理非法移民有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评估 加州的移民律师认为川普的选举语言很大部分并非事实 一切要看实际执行的负责人作风如何 而现在川普提名的边境移民专责官员就是立场非常强硬的前移民局代理局长霍曼 曾说要把非法移民一整家人打包遣返 霍曼之前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移民局的局长就曾经拆散过数千个移民家庭 另外一位川普任命的强硬派人士是要掌管国土安全部的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 身为死忠的川普拥护者 诺姆支持川普严厉控管边境 为了符合川普喜爱的强悍外形和形象 他从2020年挺川普之后就开始大改造 重训健身还公开在镜头前持枪打猎 还像川普一样做了牙齿美白 最争议的发言就是承认亲手杀了爱权 种种行进和发言让他获得川普助益 现在被提名接掌庞大复杂的国土安全部 外界认为他会为了求表现作风犀利 美国在美国在一个时刻的逃避 不过处理移民问题对美国来说就是双面认 目前美国有合法的H2A签证 允许外国人短暂在美工作 全美有约35万人拿这类签证 大多是投入农业 如果川普真要整顿非法移民 光是在美国的建筑营造 饭店 旅宿 还有废弃物管理和零售业 都会大受冲击 尽管前景未明 美墨边境还是有大量来自中南美洲的民众 要和老天爷赌一把 是否能一圆他们的美国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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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